我们要毕业了 在这里代表大爱幼儿园的毕业小朋友 说几句话 I like to eat my lunch 我最喜欢泡泡 汉大哥和大姐姐说再见 六位毕业生致谢词 六位学弟妹送上祝福 而在核桃大爱幼儿园传新灯给在校生 象征爱的传承 这一届毕业生入学遇到新冠肺炎的疫情 经历过停课还有网络上课 终于来到毕业这一刻 从他们有记忆开始 他们就是戴着口罩跟人相处 我相信这个一定给学校增添了许多的挑战 谢谢学校在这么多的困难之下 做了许许多多的调整 上和方式有改变 不变的是对人文教育 还有中文教育的学习 然后他突然说 妈妈 我是乌书鸡 所以我非常惊讶 他在学习的东西 孩子们回来的时候会跟我说 要感谢父母 感谢老师 而在德州 休斯顿大爱幼儿园也举办毕业典礼 小朋友领告人生第一张毕业证书 她每天都会来到这里 她一直在早上起来 说妈妈 我想去学习 依依不舍说再见 大家带着满满的爱与欢笑 迈向下一个学习阶段 大爱新闻真正美之宫美国综合报导 thank you